指此术语,便是念佛三位秘药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前有数行奉祭,详以陈兰。 请接手书,乃有陈业情缘,促南萧允,何时得成妙观等语,足之求道知妾。 然依笔鉴,即此念陈情,心妙观,正作学道内障,且必宣求敬处,是未有其方。 陈情果可绝乎,要知万法本贤,为人自闹。 善呼,偶义大师之言曰,虽曰六根换池,六情分动。 仔细推求,臣既不拘其就,根亦起执其千。 根既不执其千,请起独当其罪。 三颗剖析,既无真主,纵使共和,那有实法。 而我被与此虚妄法中,助我单人,舍彼取此,犹如捏木,乱华发生,更欲分别滑香熟言熟丑丑,不亦谬呼。 为将身心世界全体放下,则致眼昭明,何处有陈情可厌。 然欲念佛求生净土,正不妨施然起心念心,此心念心,助之则成祸并,恶之则是方便。 亦存呼其人耳。 所言妙观者,观经不云呼,诸佛正辩之海,从心想生。 众生心想佛时,是心即是三十二相,八十众好。 是心做佛,是心是佛。 只此术语,便是念佛三倍必要,一切关门,无不从此流出。 盖知做而不知事,则多在全小。 知事而不知做,必若国外。 做即空假观,是集中道观。 全事而做,全做而是。 做,是一念,三观圆融。 故大吉经济云,若人但念弥陀佛,是明无上深妙禅。 至心想象见佛时,即是不生不灭法。 至觉禅师云,一念相应一念佛,念念相应念念佛。 佛是本觉之理,念即使觉之志。 故知正念佛时,使本会合,理智明气,能所俱忘,自他不二。 无念外之佛,唯念所念,无佛外之念。 能念于佛。 超情越见,离聚绝非,直结圆顿,无过辞者。 除却念佛外,岂别有妙观可承耶。 窃偿论之,要无贵见,岂病为良,至本至标,以随缓急。 居士已冒期之年,回心向道,纵得百灵,于光有机。 可不思恕其功于至稳至义之徒,而上四探玄问妙,徘徊气望于其兼呼。 纳前悟时,非为不谈妙观,并未略去多种日客。 仅以六字真言相劝绵者,此事海上其方,能疗疾病,亦又标本其致,缓急嫌疑,贵在深信力行。 古人所谓,但见阿弥陀,何愁不开悟? 然则何尘情而不消云,何三倍而不献钱? 然在今日,纵有百千法门,无量妙意,总之不用,为此一味单方相赠。 苟非斩钉截铁,并立专持,其何以自阵罚灾? 若必为持名功效不及用观者, 则彼佛所具身相微妙,经论所开观法深系, 博地初心恐不易承办,中不若依小经专依持名为稳荡耳。 但持名时,恶达势力,一心不乱,即是观境,不须别求玄妙, 厌老居士十分成阙,望年齿之高, 阴阴下问,故敢庆步于之之私,而亦无惠计也。 为审之责之何如?